我可以分享一下 關於我剛去完尼亞的經歷 因為我剛去完回來 先講一下醫治 先講一下其他一些 有些是我按手的時候 有些他第三天告訴我 他說到今天我腿的痛又沒有了 一直又好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為他站在肚子 他說他有痛、有些問題 我就說你站在我後面 你跟我按手 你按手因為聖靈可以傳遞 透過按手者去被按手者 都可以由按手者傳遞給按手者 我就說你一直按手 他在那時候經歷到能力和醫治 他後來也有分享 我都已經攝錄了 所以其實每一次去這些地方 我都發覺有神跡隨著 就是我們有信心 而我經常都說 你們有信心去做主理生命 因為我們可以發揮生命 這就是我去周圍 列國訓練人事奉的目的 而再分享到尼亞里亞 都有一些牧師和一些是Bishop 他通常是管理一個地區的牧師 他不只是管理一間教會 他管理幾間教會 他聽到這個牧師說 因為他之前看過我的影片 有一個牧師介紹 他邀請了一些遠的牧師 有些人在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所以要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才來到 他們就想來學習、侍奉 我很感謝神 其實我的教導是從神而來的 因為我本身沒有 在我初經理少年也沒有的 是神一直教我 一直透過我處理生命 我如何處理困難 被人傷害 以及如何與神相處 這些在過程處理的時候 我一直領受 神一直教導我 一直給我不同的教導 不同的意念 這次我去尼亞里亞祈禱 都有一些領受 有一些新的教導 在這些教導 他們都說 都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人這麼說 很多人都跟我說 沒有聽過 這樣與神相愛 怎麼可以經歷神這麼容易 怎樣處理生命有些實際的方法 怎樣去為人祈禱 怎樣帶著聖靈恩公 不用喊 他們都說 你又不用喊 又不推人 那些人就會經歷醫治 和經歷安慰釋放 那些牧師都說 他們覺得很鬆 那些重擔得釋放 所以我想鼓勵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 其實我的教導是給你們的 你們是可以傳開 所以我希望你有信心 可以傳開 他們就邀請我 他們說你什麼時候再回來 那你又去那裡 那我都是求神去帶領 因為有些是另一個 他們另一個州 就是那個國家的另一個州 一個遠路來的 那我都是求神給我開路 如果我可以安排到在東南亞 是有的 那我都可以帶你們去比較近 就不用去那麼遠路 那其中一個就是 他幾次都有異象 那他不敢分享 因為他就怕著 異象不知道是否真 他就祈禱 看到他周圍 好像地上很多呈走出來 就離開了他 那他就回家才發覺 很奇妙的祝福 就是各方面的祝福 人際關係的祝福 和供應上的祝福 他本來想買的東西 人家說我送給你 在不同的 他看到神的祝福 他的家營都對他更加好 那他就發覺 他真的回到家 不同了 那他就回來分享 分享的時候 我跟他祈禱 他又經歷到 看到異象 神倒高油在他身上 這也是神的工作 那我就跟牧師說 他有這個恩賜 不一定要看到異象 有些人說我整天都看不到 我說不要緊的 重點是你相信神愛你 你處理生命 你願意給神用 自然神就會在你生命中做工 將你裡面拿走 以及會使用你 只要聽話就會提升 他好像最近 有一個宗派的領袖 其實神感到我跟他說 不如我去你那裡教一個教導 就是分裂恩典和律法 那我的意念就是這樣 然後他又回覆我 他不是他回覆我 他叫他文字部回覆我 這個宗派的文字部回覆我 他說 二雄詩你可不可以將你輕鬆得性 因為我傳了一些文件給他 你可不可以將輕鬆得性印成書 那我已經上了很久了 不過始終沒有行動 那我就跟他談 關於這個版權的問題 可以一方面有書印出來 但是如果有些外來的人 他們想要的 我都可以用電子 用電子的方法去傳遞 因為如果全部都要給書 香港就可以給書 但是去外國那些 就可以用電子的傳遞 那我就跟他談 那我就會在這兩個月 我會盡快將它修改 他就印出來 那這就是開了一個新路 那神就感動我 就是我在其中三天都有這個感動 或者我去有些時間 去幫一下他們有些教會的更新 因為這個會長他怎麼說呢 他說 他看到我的教導 他覺得有什麼不同呢 他說我們就很想興起人 去愛神 尊重神和侍奉神 這些教導就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人很懶 不肯 又覺得不行 那這個都是神 因為神有心想做 所以神就是感動我 我的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心裡運行 我要成就他的美 而在弗洛比斯二章十三節 所以神在你生命中 都是一樣的 祂都是想用你 不過問題是 我們願不願意用 那你願意用的時候 祂就會第一步提升到 第二步 第三步 一步步提升上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 今天你聽完這個 依治的教導 你都是說 我可以提升下去 那你怎麼用呢 有機會用呢 最好就是去一些 即是宣教的地方 比較容易的 因為我試過去一些地方 他們的經歷聖靈 真的在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怎樣不同呢 那地下是 即是教堂地下都是 一些泥 很多泥 因為整個街都是泥 然後教堂地下都是泥 那有人呢 我就一 一看著祈禱 他離開了十尺 他跌了地下 不過神就保守他 就沒事了 他在地下不停地 不停地地 不停地 不停地笑起落 衝去 又不理 即是他們很放鬆 很輕盛 不計較什麼事情發生 這次利利亞 都有一個經歷起落 非洲呢 我們以為他實在很釋放 原來他跳舞就釋放 經歷起落是很難的 非洲是很難的 跟其他國家比較 因為可能他們是不習慣溝通 不習慣表達自己 那他們就難以起落 但是有一個姐妹 她也有起落 在祈禱的時候也有起落 也有其他 但是這個是姐妹比較強烈一點的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有機會去用 有些人說我不是存在我 但是我們個個都有使命 去存福音或者建立靈命 無論我們是不是 做一個領導的身份 即是領導身份 還有一班人 你不是領導身份 你參加短書 或者你在教會 或者你周圍的人 一個 兩個 三個 你幫到一個 兩個 三個 就會提升 我告訴大家 有一個在美國的華人 他真的很聽話 他那裡遲早我都會去的 他又怎麼樣呢 他聽完我的教導 他上網看的 看完找我 找我 我又為他祈禱 他又自己祈禱 他經常都經理聖靈 他的教會就看到他的改變 牧師也請他為他按手祈禱 那些是神祈禱 還有他有些人找他 他都為他們按手祈禱 牧師又給他做 但是最初是不接納的 而牧師現在開始對我有開放 這個人就是他有信心 我就說 他就告訴我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教會就這麼慢 還有那些人就走了這麼多 因為牧師讀教會的問題 走過很多人 走到很少人 神要我留在這裡 我說 如果神要你留在這裡 你就留在這裡 然後神就要用他 結淨這個教會 兄弟這個教會 那他就是這樣影響 雖然是很慢 一個過程很慢 但是他就聽話 那他不是傳統人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經常都說 我不是傳統人 而是你都可以給神 當你給神御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回應 所以這個互動的祈禱 和互動的行動 我希望大家記得 這三種的祖告 幫助我和神關係 一個就是 恩怨的祖告 相宣告神的愛 神祝福我 第一是 敬拜的祖告 我敬拜神 我感謝神 我抱著神 我依靠神 我喜歡神 喜歡神也是 起願 第三是互動 我一邊祈禱神就喜歡 我一邊讚美神就喜歡 除了互動的祖告 還有互動的行動 就是什麼呢 我一祝福人 神就開心就得了 神就紀念 神就祝福我 這樣就令到我們 成天都起落了 譬如在家人中 我們有機會稍為見證耶穌 神就很歡喜 雖然他未信耶穌 神都歡喜 這個就是互動的行動 我做任何行動 我歡迎一個人 神就歡喜了 一直做的時候 不要驕傲 我現在正在做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可以更大給神發揮 因為先求神的國 就是想多些人進入天國 還有讓神作王 那裡就是神的國 先求神的國 就是神在我身中作王 在我心臉作王 神就會起願 這樣就整天都正面 這個教導都是神教我的 改善百分之一 已經感謝神很開心 因為百分之一一日 那一百日就是一百百分之一 這樣就不是那麼難 所以整天都和自己 有這個正面的思維 但這個正面之外 是從聖經而來的 因為聖經都是說到 一杯涼水就是百分之一 一杯涼水都不能上前 所以我希望大家 當我們有這種心態 我們這班人可以帶動復興 希望大家不要說 嚴慕斯你帶動復興 我們為你祈禱 我希望我們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可以一起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人總是我們不能夠去到 還有一個人做極都是這麼多 但如果我們這班人做 因為不是你 只是你做 你做完 你不只是生蘋果 是要生蘋果樹 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就是蘋果樹會生蘋果 你只是自己一棵樹 自己生蘋果 但如果你生蘋果樹 你就是興起訓練的人 那些人就會生蘋果 和生蘋果樹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的果核就很強 其實帶領我信耶穌 那個人 他想都想不到 有一天我會祝福這麼多人 但他和我說了很短時間 幾個字 一會 他也不是說了福音給我聽 他沒有說了福音給我聽 他只是讓我知道 神的證據 是這麼真實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念 無論你接觸誰 那個人 你就可以影響他 你不用太強勢 關心他、聆聽他 你就可以一步步給神使用 大致上那麼多 那些牧師都有心 還有我在尼亞尼亞 是更加確認另一件事 就是我的侍奉另一個方式 就是興起牧師教育 做我正在做的事 那我已經在肯亞 就有一個傳統人 叫做Washington 他正在做這件事 他自動去做 我訓練了他之後 他經常都說 我要去哪裏去哪裏 想有人請他 聽他講關於愛 和處理心理神的愛 那我都告訴你 我的教導最主要根源是神的愛 但是最終的目的 是興起人士奉神 而今次我去尼亞 也有一個利比利亞的牧師 跟我一起去的 我去到那裏 他也學習得很好的 那這兩個人 我們就 我最初就是這樣的 我去尼亞尼亞 我就說 你問了我 我可以的 我們就支持你 支持你去那裏 那現在 神就給我一個意念 這些都是神一路開路的 因為在利比利亞那裏 有個牧師就說 他說其實有個方法 賺錢更加好的就是 買電單車 他們就請基督徒開電單車 於是那些錢 賺到的錢 一小部分就給司機 然後大部分就是 本來就是幫那些孤兒 還有幫那些貧窮 那需要的人 的基督徒 然後呢 現在呢 就會擴展 就是幫他們釋放 就是 感謝神 有人奉獻了一些數目 就會給Washington 就會給他們在他們那裏 買電單車 可以買三部電單車 已經在 利比利亞買了四部 三部幾 已經有另外一個奉獻 然後呢 再 我就加了 這次我去 我給了一些錢 他就加多一個電單車 其實這個電單車就完全為他宣教的 那他會給我記錄 還有他經常都 他們經常都 發的那些影片 就是他的相片 有些什麼的侍奉 就是買了電單車 買了田 都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我侍奉的另一個部分 興起人成為訓練者 OK 那我分享到這裏 那我就想 這個時間其實剩下不多了 那我一會就會操練 操練怎樣 因為今天 就是時間不夠 我們再講 我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又 全福音 所以下個禮拜 就會回到 全福音的操練 全福音操練 為何要講到正名神 上個禮拜 Rachel也有講到 因為你會遇到 有些人是想知道證據的 還有你不用說完 你說的那麼多 神真的有很多證據 祂是很討厭的 很活的 是可以經歷的 祂是有客觀的證據 你簡單說 可以幫到人 也有些人可以詳細說 這些就是我們祈禱 有神向你說話 因為神會向你說話 我們當中有人聽完 我們分享這些東西 你可能聽說 我真的可以踏出 我真的可以向前去 我不是再停留在這個階段 無論我們有甚麼狀況 無論我們耳機都需要在醫治 但是都可以給神用 我們求主的靈感動我們 主要求你親自來到感動 向我們說話 我們首先學習留意聖靈的聲音 聖靈的聲音 不是一定聽到聲音的 但是在我們心裡 會有一種的感動 有一種的呼聲 你達出 你去做 你去為人祈禱 你怎樣提升 神會提升的 就是我自己感謝神 神一直提升我的事奉 祝福更多人 不是我的 不是我甚麼好 是神的好 在你的心中 神會鼓勵你提升 當我們收到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們可以問神 神這是不是從你而來的 你想我做甚麼 我願意回應你 是神的 我願意回應 在這一陣子 如果你是有神的感動的 就請你舉高手 神有感動我 我可以提升 我不要停留在這個狀態 我有提升的 你想提升的 就是你向神舉高你的手 神啊 是不是你 在跟我說話 是不是你呼召緊我 進入 無論甚麼狀況 這麼高的層次的 侍奉 或者是祝福 無論是 part time 或者full time 或者就是 大職 無論怎樣也好 甚麼方式 你就向神舉高你的手 神啊 在我心中有任何的感動 神在那裡 撩住你 撩住你的心 神啊 感動你的 你就舉高你的手 神啊 我願意 你又問神啊 神啊 我怎樣開始呢 你又問神 我們習慣這種溝通 這種交流 神啊 我怎樣開始 怎樣走這一步 求神你親自跟我們在一起 求神你親自 讓我知道我是寶貴的兒女 寶貴的器皿 寶貴的使者 我是寶貴的 Hallelujah 我是寶貴的 讓神釋放我們那種自卑感 讓神釋放我們那種自憐 和沒有盼望的感覺 讓神感動我們 哈哈哈哈 越走越滿足 越走越多祝福的 如果你是願意的 你站起來 你不是一定做全導人 不是一定的 不要緊的 不是每個人做全導的 你任何的 神民族的神在感動你 跟你在說話 你就舉手 你就站起來 神啊 我願意 神啊 我願意 求你使用我 我再者女請猜忍我 神說 我可以猜忍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其實我們個個都一定有 一定有神的安排 有神的計劃 已經有了 只要我們願意 主要我們願意 多謝天父